这个女人被身边的人认为是不祥之人 她克夫克子克母克兄弟 但凡和她有点关心的人都会遭殃 五年内死了两任丈夫 母亲和兄弟失明 甚至连好心收留她的人 也被大火烧得家破人亡 人们既同情她又害怕她 可当掩盖真相的面纱被揭开后 人们才知道 眼前这个美丽又贤惠的女人 哪里是什么天煞孤星 简直就是青竹十二口黄蜂伟后珍 她用出神入化的演技欺骗了所有人 她就是被韩国媒体称为绝命独负的言人书 大家好 今天是奇幻观察室 我是童风 言人书比我们之前聊过的 嘉评西谷溺水事件中的李恩海 是有过之而无不齐 虽然都是骗宝 但他的手段要比李恩海要狠毒的多 今天的故事 就算是编出来 或许你都会觉得太扯 但可怕的是 这竟然是真的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1976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 这些韩国 信用21世纪以来 最令人震惊的 连环杀人骗保案件 江源道位于韩国东北部 东陵日本海 西陵经济道 南侧与中兴北道 庆上北道接壤 北侧以三八县为界 与朝鲜江源道接壤 这里的道指的是韩国的行政区域 一般相当于我国的省 江源道内冬季多雪寒冷 夏季凉爽一人 是韩国首屈一指的旅游圣地 道内的南依岛 树草和首府春川 备受游人喜爱 1976年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严人书 就出生于韩国江源道的 一个普通家庭 他在家里面排行老二 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严人书从小就长得 肤白貌美 面容标志 长大后 更是出落的婷婷玉礼 再加上 轻声细语的说话声 和时尚的穿搭 让他无论在哪里 都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是很多男生眼中的白月光 就连当年负责侦办 此案的警员都表示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很惊艳 不过他的内在 就和他亮丽的外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从学生时代开始 就一直被定义成问题少女 学习成绩拉胯不说 还喜欢偷东西 上高中时 就因为偷同学的钱 而被强制转学 高中毕业后 他便去了首尔打工 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 1997年 21岁的延人书 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 李先生 李先生是在一家搬家公司打工 俩人一见钟情 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他不顾父母的反对 和李先生住到了一起 隔年7月 俩人登记结婚了 婚后没多久 俩人的女儿就出生了 为了带孩子 延人书辞去了工作 一大家子的人 就靠着李先生 那么一点微薄的收入 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延人书本来就爱美 平日里又喜欢打扮自己 如今一分钱 都恨不得 摆成八半来画 哪还有钱添置衣物呢 这样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 时间一久 夫妻二人经常因钱而炒 据说他为了满足私欲 还将父亲去世时 留给母亲的养老金 偷偷取出来画了 两千年2月17日 延人书两岁的女儿 从高处不慎摔下 脑部受到重创去世了 夫妻二人身心受创 延人书接受了抑郁症治疗 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这一起幼童死亡案 起初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警方对外公布的信息 也不是很详细 所以在些细节之处 流传着很多种说法 比如有人说 他女儿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也有说是从桌子上跌落的 还有一种比较阴谋的说法 说是延人书为了钱 亲手将自己的孩子给弄死了 不过在之后的警方调查中 没有找到证据支持 这个阴谋论的说法 曾作为保险销售员的延人书 因为给女儿买了保险 所以孩子去世后 他获得了一笔保险赔偿金 也正是因为这笔保险金 让疑人书看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挣钱满足私欲的门路 孩子的去世就像是一根导火索 引爆了之后一系列可怕的事情 警方调查疑人书购买保险的记录发现 疑人书在孩子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私下为丈夫在两家保险公司 购买了四份高额保险 受益人都是他 同时他还多次去医院看诊 理由是一直为走出丧女之痛的阴影 让医生看了很多抗抑郁的药和安眠药 一转身就像这些药 说成了对身体好的补药 哄骗丈夫服用 2000年4月1日 李先生在温柔可忍的妻子照顾下 服用了一段时间大剂量的补药后 开始出现精神恍惚 言人书见时机成熟 就趁丈夫不注意将其推下楼梯 庆幸的是 丈夫只是轻微的脑震荡并无大碍 这个结果当然不是言人书想要的 27天后 言人书再次知道了 丈夫从楼梯上摔下的意外 这一次比上司要狠 丈夫需要住院几个星期 而丈夫本人对自己 为什么总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居然没有起疑心 他还以为是自己精神状态不好 不小心跌倒的 而言人书也收到了丈夫 第一次受伤的保险赔偿 34万韩元 这一点钱对言人书来说 还不够赛牙缝呢 他马上就根据卖保险的经验 策划了更为疯狂的计划 2000年5月中旬 刚出院没多久的李先生 一觉醒来后 发现自己又眼失明了 医院也没查出个原因 他为了不让温柔贤惠的妻子担心 一直表示 没关系 幸亏还有一只眼睛能看见 可或不担心 眼瞎没几天 他又被热油烫上了脸 妻子告诉他 是你做饭时不小心摔倒造成的 其实这都是言人书挣钱的套路 因为他知道 除了意外死亡外 失明和烫伤是保险赔偿金最高的 所以他轮番恐骗的丈夫 服用参有安眠药 抗抑郁药的十全大不安 丈夫整日里精神萎靡 浑浑噩噩噩 言人书趁其昏睡时 用别针戳瞎了其眼睛 用热油嚼起面部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不到两个月时间 李先生几次三番除以外 他本人和他家人 以及保险公司都不怀疑吗 这里就体现出言人书的高明之处了 一方面 他让丈夫一直服用大剂量的抗抑郁药物 令丈夫精神不振 恍恍惚呼 时常记不起刚发生的事 而且 丈夫在女儿去世后 确实有些抑郁 所以在亲朋好友眼中 李先生 确实有些精神不振茶 另一方面 丈夫每次受伤后 她都是寸步不离 日夜守在其身边照顾 为了不让丈夫胡思乱想 她表现得十分善解人意 并再三保证 永远不离不起 这一系列操作 让丈夫很是心疼 而丈夫的家人 看言人书 一直毫无怨言 无微不知的照顾 也十分欣慰 所以 谁也没有将 这一系列厄运 和一位温柔贤惠 说话 又轻声细语的妻子 联系在一起 而当时的保险公司 在理赔这件事情上 数据还不能共享 无法检测到 言人书的保险购买记录 和理赔记录 加上言人书 每次理赔的理由 不是说丈夫撒酒疯 就是精神不好 李先生丧侣之后 确实是日间销售 所以意外不断 也是有可能的 再加上 理赔手续齐全 保险公司 也就被欺满了过去 言人书就这样 带着众人的信任 一个人在家照顾丈夫 让丈夫和外界 逐渐失去了联系 然后不断地制造意外 来获取保险金 每次钱到手之后 他都会逛街购物 美容 美发 美肤 以及榴莲夜店 由于言人书每次 都能轻而易举过到保险金 他内心的欲望开始疯涨 所做的事情 也越来越疯狂 两千年九月九日 言人书残忍地 用刀刺穿了丈夫的腹部 对外谎称 是丈夫精神病发作 做出了自残行为 这一次 他获得了一笔 不菲的保险金 五个月后 丈夫的伤还没好透 他顾忌重施 再次用刀 捅伤了丈夫的腹部 这一次下手较重 丈夫的胃部和肝脏 都受损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 李先生又被捅了两次 不是被捅 就是在养伤中的李先生 终于撑不住了 于2002年3月25日 在医院去世 享年27岁 死因是严重的蜂窝之炎 和恒闻肌溶解症 李先生的死 在外人眼中 并没有什么异常 大家都觉得 他就是因为精神病越来越严重 最终支撑不住的 据调查 从李先生第一次 从楼梯上摔下来到去世 严人说 从两家保险公司 共获得了58笔赔偿金 总金额约2.8亿韩元 其中大部分都被他花光了 据他身边的熟人说 严人说花钱十分阔绰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想吃什么就必须要吃到 有一次他突然想吃首尔一家商店的粥 就立即搭了一辆出租车 花了11万韩元的车费 去买了一碗价值6000韩元的粥 所以 严人说领取的保险金 他根本就存不住 如今 丈夫突然去世了 让他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他意识到 必须要在手头上的钱花完之前 找到下一个为他赚钱的猎物 2002年5月 严人说在丈夫确实不到两个月时间时 也有说是不到一个星期 他就在首尔的一家夜总会 相中了他的第二个赚钱猎物 林先生 林先生是运动员处神 身高1米8四 体重90公斤 打眼一看 就是属于人高马大 结结实实的一类人 为了让猎物上钩 严人说将自己包装成 单身的白富美 他谎称 自己是从名校 德城女子大学毕业的 如今 在家知名幼儿园 作为幼师工作 而且不久之后 他将继承母亲赠予的一笔 十亿含元的财产 面对美丽又多金 且十分主动的女人 毫无悬念 林先生上钩了 两人认识没几天 就过上了 没修没造的同居生活 这一次 严人说的战术升级了 为了尽快获得 林先生和他家人的信任 他花费 三千两百万韩元 为林先生买了一辆车 一切准备就绪好 他开始行动了 2002年11月中旬 严人说根据以往的经验 如法炮制 先用十拳大补丸 将林先生喝得魂不守舍 然后再知道林先生 在浴室摔倒的意外事件 这一次 林先生的脊椎受伤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治疗期间 严人说 娴熟地戳瞎了 林先生的眼睛 为了避免林家人的怀疑 他一直在医院陪护 出钱出力 在林先生和他家人眼中 严人说 勤俭持家 铁铁丈夫 十分信任他 但这时 林先生的保险 和他可一毛关系都没有 于是 严人说就想到了一个 一时二鸟之计 登记结婚 这样 既能将保险赔偿 合法收入囊中 还能进一步打消 外人对他的疑虑 林先生和他的家人 显然被严人说的 不离不弃和忠贞不渝所感动了 都同意了结婚 然而正是这个决定 让林先生 隐恨西北 接下来的几个月 林先生在 严人说不离不弃的 细心照顾下 不是出现刀伤 就是出现烫伤 2002年2月12日 第二任丈夫林先生 因伤口恶化 在医院不治身亡 死因 和他第一任丈夫一样 也是严重的蜂窝之言 第二任丈夫死得太快 让他只从保险公司 获得了4000万韩元的赔偿金 林先生身壮如牛 没病没灾 去世前 还在医院和家人 有说有笑的 所以家人想申请尸检 重新确定死因 严人书得到消息后 担心事情败露 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已经怀孕三个月的他 提出了半名魂 以表他对丈夫 始至不渝的爱情 起初 林家人是不同意的 因为他们不想耽误 严人书的下半辈子 可经不住 严人书身泪俱下的 苦苦哀求 这一波操作 成功赢得了 林先生所有 亲朋好友的钦佩 都说他是世界上 最好最善良的女人 可婚礼一结束 严人书就带着 林先生的保险金 和肚子里的孩子 小声匿迹了 只留下了林家人 在风中凌乱 没过多久 严人书的孩子 因早产 需要经常住院 而灰金如土的严人书 不仅再次失去了经济来源 还要为儿子支付医药费 从俩人丈夫那儿 骗得的保险金 也快花完了 如果想复制之前的赚钱计划 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 何况他如今还带着个孩子 丧心病狂的他 决定将下一个目标 转向自己的家人 严人书带着孩子 回到老家江源道 早年 他为了爱情离家出走 发誓和家里人 老死不相往来 因此 他和家人的关系 闹得很僵 如今 他回到家 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向母亲和兄弟们 诚恳地认错 以及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一家人哪有隔夜愁呢 严人书的一场苦情戏下来 成功骗去了 家人的原谅和信任 而这 只是他赚钱的第一步 2003年7月26日 严人书要倒了母亲后 用注射器的针头 戳下了母亲的右眼 不明所以的母亲 还告诉医生 我最近一直头晕 昨天喝了一杯 我女儿好意做的石榴之后 就觉得头晕脑胀 后来 我去床上躺了一会儿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一睁开眼 就发现 右眼看不见了 医生表示 眼睛可能是被义务弄伤的 此时 演技一流的严人书 适时出场了 他无微不知地照顾母亲 将自己扮演成一个 人人夸赞的笑女 2003年11月2日 严人书邀请哥哥喝酒 叙叙兄妹情 哥哥以为妹妹能回家 又变得懂事孝顺而感到欣慰 一番嘘寒问暖 几杯酒下肚 连口下酒菜都没吃 脑袋晕乎乎的哥哥 不禁调侃 自己的酒量变差了 小剧结束后 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隔天一早醒来 他躺在医院里 已经双眼失明了 这一次 严人书不是用针 而是将高腐蚀性的浓盐酸 滴入了哥哥的双眼中 哥哥失明后 细经上升的严人书 那是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还鼓励哥哥说 生活是美好的 不要气馁 可转身 就趁哥哥住院之际 在他的书业馆里面 注入义务 想送走他哥 好在哥哥命大 活了下来 严人书以往 赢了几十次赔偿 已经让保险公司起义了 所以这次 他改变了计划 据说 他给妈妈买的保险 受益人是哥哥 给哥哥买的保险 受益人是妈妈 哥哥双目失明住院 母亲右眼失明 且年迈 这样一来 办理保险理赔 就由他一手带牢了 保险金也能第一时间 进入他的腰包 此时 已经走火入魔的 严人书 对钱的欲望 已经超越了所有 他对物质的追求 也越来越疯狂 你以为 他在外努力上班 其实 他是拿着残害家人 所获得的保险金 在外 纸醉精密 他每个星期 有六天 是在外逛街 潇洒 上午十点左右出门 晚上七点左右 才回家 钱花完了 没钱给哥哥支付医药费 怎么办呢 他就将一位熟人 约出来要导 然后盗刷熟人的信用卡 信用卡又花完 怎么办呢 卖房 他向家人谎称 自己利用这几年的积蓄 以及去世丈夫的保险赔偿金 在首尔购置了一套房 希望一家人 都能搬到首尔 和他一起住 这样 他也能方便 照顾妈妈和哥哥 一番肺腑之言 家里连都是感动的热泪盈眶 口蜜附近游说成功后 他就偷偷地将母亲的公寓给卖了 用卖房款又挥霍了一段时间 2005年1月9日 眼看搬家的日期越来越近 在谎言即将被揭穿之际 他决定一不做 二不休 要导全家人 在夜里放一把火 将家人和房子全烧了 幸好 哥哥在火势蔓延之前 被浓烟呛醒 一家人这才逃过一劫 但这并不耽误 野人书从保险公司 获得总计2.4亿韩元的赔偿金 房子被烧后 为了有一个容身之所 野人书带着儿子 找到在他家帮忙的保姆江女士 江女士起初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家房间也不多 一家四口住起来 本就有些拥挤 可看到雇主诚恳的请求 他心一软 便答应收留一个月 不曾想 他的这个善念 却让他家破人亡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但野人书 一点都没有搬出去的意思 江女士就忍不住说了句 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房子呀 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野人书 哪受得了这起 于是他做了一件 和骗保无关的事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他的恶行露出马脚 2005年2月1日深夜 越想越生气的野人书 一把火将江女士家给点了 自己则带着孩子 用湿毛巾捂住口皮跑了 大火被扑灭好 江女士一家人都被烧伤送进医院 江女士的丈夫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野人书的一把火是起了心头气 但他转念一想江女士可能会怀疑他 毕竟他家刚失火不到一个月 江女士家又失火了 两次深夜大火 他都能和孩子毫发无损 这难免引人生意 秉着宁可错杀的胆心 他决定去江女士所住的医院 再来一把火 还好消防员及时赶到 将大火扑灭了 没造成什么大损失 由于消防员在现场 闻到了一股汽油味 认为火灾是人为的 所以消防处将此事转交给了警方跟进 警方通过调查医院的监控 很快就锁定了纵火嫌疑人 野人书因此被警方以纵火未遂的罪名逮捕了 审讯中 穿着时尚 装容精致的野人书 表现得十分焦虑不安 一直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 只要问他为什么火烧医院时 原本好端端坐在椅子上的人 就会突然栽倒在地晕过去 不明所以的警员赶紧将他送医治疗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 他才能清醒 如此反复多次 但是负责治疗的医生明确表示 他根本就没毛病 见多识广的警方也不跟他一般见识 就看着他眼 几番折腾后 野人书耐不住警方的再三询问 开始边哭边诉说原因 说他是太想念几年前 因意外去世的女儿 思念过度 导致他精神都出了问题 总觉得在火焰中能看到去世的女儿 所以才不由自主地放了火 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在家等他照顾 且身患重病的三岁儿子 说到儿子 他哭得更厉害了 后来被拘留的野人书 以需要照顾年幼且重病的孩子为由 申请了保释 警方本以为这只是一起 可怜宝妈私自心切的纵火未遂案 没想到几天之后 案情兴致大别 背后真相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医院纵火发生几天后 就在警方按照程序完成收尾工作时 一位不速之客来到警局 此人正是野人书的弟弟 也就说是警方主动给他打电话的 不管怎么样 他的一席话让办案警员从中笑到了一丝不寻常 弟弟说他姐姐就像是恐怖电影里被诅咒的人一样 但凡和他有关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非死即伤 比如姐姐的两人丈夫不到一年时间相继死亡 刚回娘家没几天 母亲和哥哥又相继失明等等 她是越说越激动 再加上最近发生的连起火灾 让她开始怀疑问题出在姐姐身上 即使她嘴上不愿承认 警员也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一耳 听完野人书弟弟的讲述 警方觉得事有蹊跷 看来并不仅仅是纵火未遂这么简单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对野人书的人际关系 消费记录 医疗和保险记录等等都进行了调查 这才让这起惊世骇俗的杀人骗保案揭露出来 2005年4月19日 警方以欺诈故意伤害等罪名 再次逮捕了野人书 而在她被捕的半个多月前 她儿子因病住院 她和同病房的家属因言语不合而起了报复刑 于是将其要导 用大头针刺瞎了其右眼 并盗取了这位受害者的信用卡 为自己的儿子缴了900万韩元的住院费 不仅如此 她还三番两次地以看望为由 偷偷地向这位受害者的疏约管里注射义务 让其病情加剧 她儿子没能挺住 在医院去世了 这一次野人书被捕时 又找到了一位提款对象 据报道 野人书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来 共残害了10人 其中3人死亡 4人烧伤 5人失明 共获得了5.96亿韩元的保险金 这次被捕的野人书和第一次一样 小动作不断 不是装晕 就是喃喃自语 当警方问她作案动机时 她是这样说的 我为了忘记女儿去世 给我带来的伤痛 就开始吃一些违禁药 已经吃了4年了 药物成瘾 我需要很多钱来买药 所以我才想到骗保这招 后来钱花完了 就瞒着家人把母亲的公寓买了 眼看着谎言要被发泄 只能放火逃脱问责 警方提取了她身上的毛发进行了检验 结果根本就没有查出任何违禁药物的成分 面对警方的质疑 她又说 被捕前她一直在服用一些利尿剂 估计是这个原因才没有检测出来 可警方也没有查到 她有购买违禁药物的消费记录 而且她两人丈夫的亲属都说 言人书每天都有神采奕奕 能言善道 绝对不像一个使用违禁药物成瘾的人 警方安排了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 对言人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评估 结果表明她没有精神病 每次犯案时都是意识清晰 思维缜密 但不排除 她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 言人书被指控犯有家庭暴力 纵火杀人 抢劫和诈骗等十项罪名 而她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奢靡享乐 言人书承认了大部分指控 但为了减轻处罚 她坚持说自己是使用的违禁品 导致了身心受损 而有些罪行 她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要不就是记不清了 2005年10月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经过多日审理 驳回了言人书身心受损的说辞 最终 她因纵火 重伤他人等九项罪名 被判处无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 一直以为 自己会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直到释放的言人书 表示不服 提出了上诉 隔年12月 最高法院仍然维持 无期徒刑的判决 言人书被关押在 青州女子监狱 服刑期间 她以身体不适为由 拒绝外界采访和探视 如今 她已经在监狱里 待了17年了 这起案件 在当时 并没有在韩国社会上 引起热议 直到结案后的第二年 2007年7月 韩国首尔广播公司的 《我想知道真相》中 讲到了言人书的这起案件 节目中 将言人书定义为 精神病患者 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后 言人书和她犯下的这起 不惜残害亲人的惊天连环骗保案 被不断地改编 搬上荧幕 例如 韩国MBN电视台播放的 《不可思议的故事真实情况》中 第38集 《盲人家庭的悲剧》 和韩剧《蓝色大海的传说》中 演员黄信慧所饰演的 许俊仔的继母 江瑞希 就是以言人书为原型刻画的任务 前段时间热议的 《嘉评戏谷溺水事件》中的 李恩海 应被指控杀夫骗保 因而被人们称为 第二个言人书 看来 这个既不仁爱 也不嫌淑的 绝命独妇言人书 确实给韩国民众 留下了心理阴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 也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